好 好 說八字親就容易遇到 亂七八糟的東西對不對 但老實說我不是老師 結果我沒有那麼專業 但是我收集相當多的鬼故事 說真的喔 就是我在收集鬼故事這裡面 其實都碰到都碰到了 對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命中注定 然後可能跟這個神鬼 有什麼音樂什麼 你就會碰到 然後呢 我的 我收集的鬼故事裡面 其實反而常常是那種 八字很重的人 在某些時候容易碰到 我以前當兵那個連隊呢 就部隊不是要收徒弟嗎 我那個徒弟是 南部一個設計學校畢業 然後他接我位子的時候 那除了我看他的那個 專業能力之外 我們會看人嘛 就當藝人特別喜歡看人的氣 我就覺得 那個人氣宇宣王長得很帥 我覺得這種人來接我徒弟 師父長得不好看 徒弟帥 OK 那是真的 對 他什麼叫那是真的 沒有真的 不要負荷 好不好 太容易負荷 好不好 我是收徒家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陽剛的 的確他做是什麼 你就覺得 這個人是很陽光的這種人 那我就覺得他很正氣 可是我的徒弟呢 人家說風水最爛的地方就是 門前有銅像的屁股 門後有垃圾場 這最爛的風水 我當兵的時候 住的是部隊的禮堂 部隊的禮堂都叫做中正堂 我的前面是蔣介石騎馬的屁股對著我 人屁股跟馬屁股對著我中正堂 我的後面就是整個營區的垃圾場 垃圾場後面還是那個 那個焚燒的垃圾的那個焚化廠 所以我在那個禮堂呢 我是住禮堂的二樓 老實說 不知道是因為禮堂太大 只有一個人住得少 還是因為這個空間大 有很多什麼溫溼度的改變 我經常就覺得我那個禮堂怪怪 因為我也講過嘛 我師父有一次 就我師父有一次 他學美術 然後有一天他在打掃那個禮堂 我們兩個在打掃禮堂 然後想說中間有休息 我們就上來 上來後我師父就往外面一看 覺得 地板是濕的 那我可以用濕的在上 我可以用拖把在上面寫字 然後我師父毛筆很好 他就拿拖把 我就寫那個很大的字 然後在上面 我就在上面猜 正義得義 什麼這樣猜 好就玩就長 沒事就玩完完 那我師父毛筆很好 然後有一次是 我跟我師父兩個在 我說你毛筆之前好 我們兩個就要哈拉 然後看電影 看片看看 差不多要睡吧 你要不要看見到那個 你去看見到下面巡一下 我說好下面巡一下 我就下樓 然後木門打開 木門打開 然後經過那個中堂 經過中堂 然後整個透明部分 打開門一打開 我傻了 我看到一隻拖把 站在中生堂的那個禮堂裡面 站著 一隻拖把站著 我就把門閉 我就上去睡覺 反正我就覺得中生堂那個 那個... 氣氛詭異 對 那個氣氛詭異 然後我那個徒弟呢 是這樣 我們中生堂的 後面的右後方呢 過去有一個陸軍總司令 帶了一票將軍 坐直升機去視察 結果... 摘了 結果那一架直升機呢 把那個殘骸 留在我們營區那個後面 大家平常沒事 我那個徒弟啊 我那個徒弟有一天就是 我不在 然後那個... 我們部隊指揮官說 那個直升機 那氣氛都掉了 你不會去處理啊 好 徒弟就是把氣氛掉去處理 他呢就是白天刷刷刷刷 刷到晚上 他就...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刷得很慢 就晚上吃完飯呢 他還去刷 一般我們晚上都不工作 而且看不到嘛 他... 我不知道他那天怎麼了 他拿個手電筒 幫他自己刷... 刷一刷... 刷一刷被衛兵發現 他昏倒在那兒 就被巡哨衛兵發現昏倒在那兒 就把他送回來 送回來我說 就送回來中生堂 然後他醒來以後 我就問他你怎麼了 不敢講 我就一直問... 還有一天在刷... 刷一刷 他突然一個聲音 他突然聽到一個聲音是 這顏色不對吧 他轉頭一看 看到一個四顆星 然後穿卡棋服 我們特種部隊是穿迷彩服 他一看到卡棋服就... 整根就掛了 對 整根就掛了 所以還是美軍的 過去的將軍有卡棋服 卡棋服 夏季之服 對...夏季之服叫卡棋服 過去將軍有卡棋服 好 這是第一次 然後第二次呢 就是那個有一天 這個笑話我過去講過 就是有一天 指揮發現說 那個蔣公同向 妻都吊斑駁 你怎麼不去處理好啊 然後我剛好要休假 我就跟我徒弟講說 那我休假了 好像這個你把它刷一刷 因為很簡單嘛 我說你先刷那個銅鏽 就假的銅鏽 插在那個凹的地方 比較深的地方 然後其他刷金漆 金漆用乾刷 懂不懂 是 懂了 我三天休假回來他不見了 他人不見了 然後整個那個銅像是金色的 就沒有任何銅像的感覺 就沒有我要叫他做那種效果 然後到他連隊上去問 沒人知道他去哪裡了 因為我是一個獨立單位 我就跟徒弟兩個人住 獨立單位 隔了幾天他回來了 回來頭髮剃光了 跑跑去 關緊閉 為什麼關緊閉 他就跟我講他為什麼關緊閉 因為那天我走了 我就放假 放假第二天他想說 他一個人假日 他就油油仔仔拿了個梯子 架好 然後油漆弄好 就照我的講法就是 學長說先刷底漆 先刷底漆就先刷白漆 然後那個獎公的銅像 原來是深咖啡色 他刷底漆第一筆下去的時候 他靈感來了 就 滿好玩的 反正我等一下要刷完 他就 在馬屁股上一筆 兩筆 因為他想說 他想說 反正我就要把它刷完 現在是過程 沒關係 他把它刷成斑馬 然後刷完斑馬的 刷完斑馬以後就順勢 那個獎公不是 騎馬的英姿嗎對不對 他把獎公的衣服刷成那個條紋 就變成那個囚犯條紋 一條一條一條 對 就漢堡的時候 就這樣出條紋 結果條紋 好啦 你弄條紋 沒關係也就算 那是你的過程嘛 弄到條紋 結果就弄到條紋 衣服弄完 弄到臉的時候 他靈感又來了 他把獎先生的整個臉塗白 就把中間這一塊留黑 結果 結果獎公騎馬的一個 英姿的同向 變成希特勒 穿球服 穿球服騎班馬 然後呢 然後到了中午吃飯 他就吃飯了 遊戲刷一丟 人就走了 走了以後 然後吃飯 吃完飯他就去睡午覺了 指揮官吃完午飯 沒事就巡視營去 巡視營去 希特勒穿球服騎班馬 把陳文明給我叫來 結果發現我休假 誰弄的 我徒弟 我徒弟就被關起來 關一個禁閉 然後 那個我 然後我回來以後 我知道這個事情 他出來 我知道他事情 我說 你前面又碰到鬼 你又搞這個 我說你平常不是這麼調皮搗蛋的 我說你要不要回家去看看什麼 他家在高雄嘛 結果放假回來 一回來脫衣服 這邊大概掛了五六個護身符 我說你會去太多公廟 他說沒有沒有 他說我媽說我住在一個那個風水不好的地方 我那時候才想說 風水不好 中正堂屁股的後面是門口 後面是垃圾場 然後他 然後他又說了一個是引起我注意的 他說 那個算命說 我八字太重 所以我要小心 我就想 八字太重 什麼意思要小心 然後我就問他 他才說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他只是聽你知道嗎 他就疑問是幫我 我幫他找出來 後來沒多久他回家 跟他媽 跟他媽講一些事情什麼 他媽才可以特別提醒他 你八字太重 他現在做兵是 最陽光的時候 你自己做事比較小的 有的沒有的地方不要去 所以我才會說 我的個人經驗 八字輕的人未必會容易碰到滾 所以老師這個八字重也不行 八字重 他主要是人有三節三爛 他那個可能就是在一個 三節三爛 不過他這個節還算小 算小 還好 他只是馬屁衝到他而已 所以說不管八字輕重 都會有三節三爛 會有三節三爛 真的啊 對 人生必須要經過的 就脫胎放骨一樣 有的人要發之前 就是他非得要經過一個節爛 他才會發得起來 家道先中落這樣 他要經過 就跟陶瓷一樣 陶瓷你要變 你是個泥 雖然形狀是個杯子 但是你不進去先 速燒 速燒一次 第二次還是上釉以後 又去燒一次 對 對不對 所以你要問朋友 人生有沒有燒過 就是有沒有結... 結三難過 那又把賴打拿出來燒自己 不需要 不要亂交 燒過了 耶 好 這個八字輕的少女 在斷頭台講電話 這怎麼回事 一定會有事的啊 那個 俊俊妳為什麼要這樣做 不是我 可是妳是哪一個斷頭台啊 就是 因為我是基隆人 那時候會有那個 北縣的 新北市的 然後過來比如說金山共僚 這些同學 那我其中呢 這個同學他就是金山人 那時候他就是 他們金山那邊 其實我們大家印象中金山 就是一個什麼泡溫泉的地方 然後金山鴨肉就是這樣子嘛 但是其實那邊的阿飄 也真的是不少 是 因為像金山某個學校呢 他那時候就讀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他說他們的那個學校 本來就是故事很多的地方 那我這個女同學 他那時候就是等於說情鬥初開 然後想要熱線一下 是 但是以前的時候 學生時代一定父母家長會管說 你不准談戀愛 求學期間就好 讀書就好了 那但是他晚上的時候 他就會偷溜出來 跑到這個學校裡面 因為學校裡面那個年代 還有那個公用電話 就是藍色那個 有點像Tippen Lee 投幣式 對 然後他就是要去打這個公用電話 給他的男朋友 然後他就先經過這一個階梯 然後這個階梯呢 他其實那時候要開始走的時候 他心裡就有點毛毛的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他晚上真的是 要不是因為男朋友 他真的還不敢 不敢到學校去 因為經過這個階梯 上去之後 四面都是很高大的那種樹 環繞著 因為經過這個階梯 上面是什麼 它會有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也荒廢很久 然後旁邊都是那種 比如說他們講所謂的 就是感覺很像 快要當神木的那種 古墓參天 很大的那種 這種樹木會在旁邊助力著 那這一塊平台就是當時 他就是斷頭台 斷頭的 對 然後我這個女同學 她就跟我說 他們的那個公共電話 她就是要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才能夠到那個地方 去講電話 她就開始電話拿起來 那一天 她就撥給她男朋友 然後就講電話 你濃我濃就講得很甜蜜 然後講一講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間就 嘟... 就斷線了 斷線之後她就想說 那斷線沒關係 那就再打一次 然後臨錢再投進去 然後再繼續講 講一講... 又斷線了 嘟... 她就奇怪 她不能一次投十塊嗎 她已經投了 但是她有投錢 但是突然間 突然間就是斷訓的 然後後來她就再播一次 給她的男朋友的時候 她就說 剛剛怎麼一直斷掉 然後她說也不知道啊 就突然間斷掉 她說 你現在人在哪裡 打電話給我的 她說我就在我們那個金山 我們學校裡面的那一個 公用電話亭 然後她男朋友就覺得說 怪怪的 她就說 那個地方你又不知道 很陰的 不管是我們家人 還是說老師都有說 晚上甚至放學之後 因為他們那間學校就是 幾乎沒有什麼所謂的 課後輔導 就很奇怪 只要是天快暗的時候 就趕快趕小朋友 快跑 那她就跟她講說 你不要講電話了 有什麼事情我們明天見面再講 就當她想要繼續講的時候 她就可能邊投錢的時候 她突然間就看到了 電話原來是怎麼樣被掛斷的 以前我們那個電話 掛掉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個耳朵 那耳朵會 就往下沉嘛 你就掛上去 她就明明話筒是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她就眼睜睜看著那個 掛話筒的那個耳朵 就這樣慢慢的 自己被掛掉 自己掛 她自己掛 她心裡也看到 那需要力量對不對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她就整個尖叫 她尖叫 她說 然後有人在掛我的電話 但是男朋友就跟她講說 但是有人掛妳電話 我還在跟妳講電話 然後這個時候 她突然間就愣了很久 都很...都不敢講話 因為那時候她就緩緩的 聽到旁邊好像有聲音 然後樹葉的聲音 她就頭轉過去一看 就看了他們所謂那間金山學校的金山神墓 上面就是我們知道樹 就是有錯綜複雜 如果是比較老一點的樹的話 然後上面就是有那個枝幹 她看到那個橫的枝幹上面 就有一個女人就坐在上面 然後背對著她長頭髮 然後突然間她就聽到那邊有聲音 就這樣女生的聲音微微的就這樣轉過來 然後只有一顆頭就這樣子 直接就從前面轉到後面 然後看著她跟她講說 回家 就這樣跟她講兩個字 回家 然後她當下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她整個就昏倒了 整個昏倒了 尖叫之後就倒地 她男朋友就趕快去找人 然後找家人 朋友 然後趕快到學校去 然後經過她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然後就真的在地上就發現她 發現她的東西而已 然後她人呢 然後最後他們在哪邊看到她 你知道嗎 在哪邊 竟然在剛剛看到的那一個女人 她坐在的那個橫向的枝幹上面 她就掉在那裡 就整個這樣子被掛在那裡 就一個U字形 她就趴在那裡 她說從那一次之後 她真的不敢晚上再出去夜遊 而且她真的很信有這種東西 因為她本身就是八字不是很重的人 她三不五十她看得到 OK 她只要食運低的時候 或身體不健康的時候 她就看得到